哈嘍 大家好 雷湾です 雄猪 發力氣戰 到看Battle 好 神劍大特他極限剣 覺醒的關卡已經正式推出了 那麼這一次就是要來把他給打完 然後順便把他給極限剣覺醒 這一隻在之前的視頻上已經有說過了 他的本身的能力是非常棒的 可以轉珠 然後攻防也算是不錯 如果刺足20% 然後神刺員在內又可以再轉紅珠 所以是非常強悍的能力 可以把他給擺進去隊伍用 只要刺到夠多珠 他就是強 至於隊伍方面的話 因為我個人沒有抽到那一隻憤怒爆發的Virus Sam 所以的話 主要使用的還是以 這一個 布羅里提大部為主 如果是有抽到那個提鼠的Virus Sam 就直接用他了 很簡單 隊伍白一擺就可以了 如果真的是沒有的話 就是用這一隻 這一隻TW 然後隊伍大概是這樣組 可以組其實蠻簡單 就是只要有抽到這隻的話 提鼠的選一下 然後Full Power再加上聚長版Boss 這兩個類別 這邊啦 隨便先提鼠的全部上去就對了 比較好打 因為畢竟這個神劍大特它是直屬的 算是至少有克屬 克到屬性 還比較OK一點 欸 那麼就直接開打 Lv28開始啦 因為前面的都打到七七八八了 前面的也算是比較簡單 然後在這一任務的話 前面第一個Lv10的任務 相信全部人都可以輕鬆通過啦 Lv20的任務的話 最好最好的還是 先在那邊多試幾次 通過了 才把他關卡給打掉 這樣的話能比較省一點體力啦 不然到時候之後再回頭去打 就其實蠻浪費體力的 因為最近又還有新增了這個LvKlin的頂上決戰的關卡 需要用到的體力其實也是蠻多的 就不把體力浪費在這邊 覺得沒辦法再A 可能就開個計時器 兩分鐘內沒辦法通關 就直接重來打過會比較好 我在那邊是用這個隊伍一次就過了 一番三十秒 只要不卡住 很簡單 因為這隻布羅利真的是太猛了 你們帶著一隻彩星的布羅利 所以我相信就可以簡單的過了 用那個蠔友的彩星 這邊其實是 沒有憤怒爆發類別的話 被打到非常的痛 要求的痛 真的是痛到爆 沒得講 首先就是這樣 就是以有憤怒爆發類別的角色去頂攻擊就是了 最好的 畢竟這樣才比較扛得住 像TW的話 它就能比較輕鬆 如果有另外一隻極限在覺醒的TW 那麼就是更好囉 把它擺進去 那個極限在覺醒 舊舊的那隻布羅利 因為它有在內的話 把它擺上去是更好 因為畢竟 它的東防表現都還蠻不錯的 這隻 這個隊伍裡面有兩隻免費卡 這隻物販就是其中一隻 還有一隻就是這一隻 這一隻 這一隻 FREZA3嘛 也是屬於免費卡 非常好用的免費卡 只要它可以上場 因為它本身又有的普助 144萬 希望這一輪就可以直接幹掉了 不然其實蠻浪費時間的 OK 好 191萬爆擊啦 這個的話 其實這一個 拖了一點 2分22秒 講到這個時間的話 只要你可以兩回合內 在第二次的回合內 把它打掉 基本上都是兩分鐘內 有的柴星就選柴星 決定是最好的 哈哈 Lv.29 這個關卡其實是 要說它難 也不能 要說它不難其實也不能 也不能講 因為 只要沒有 沒有到 沒有 沒有它的類別 特攻類別的話 被打到真的是 被打到就還是痛 尤其是 這一隻 超易金龍 哇 被打到簡直是會上天啊 它的必殺一發 15萬以上 中必發 必殺的話啦 會直接上天的 喔 竟然連擊的 久違的 體大部連擊 好少看到 啊對 開在大部身上是OK的 有 有特攻類別的話 被打到才5萬多 必殺 如果沒有被打到的話 基本上都是 10萬以上 你普攻都差不多 5-6萬 呵呵 超易金龍普攻 就可以打一個5萬多 其實是相當的痛 這一隻 這一些都是 提屬 提屬的 這個極細的角色 真的是差不多 然後在於它的那個 限制我突然想到 其實它還有一個限制 到打到 不知道第幾關開始啊 就不能使用 就不能使用其他超細的 除了提屬之外 它的攻擊有效 只剩下 提屬的話 它是不管你是超細或集細的 然後剩下的話 就是極支 跟 極速 這兩個 這兩個類 這兩個屬性可以用來打 打 打出傷害 所以 除非是有拿到 比如是 沙瑪的話 才有辦法用其他的類別啦 不然的話 也用不上 像其他類別 那個極支 極支的話 我只有那一隻 免費卡的布洛利 就撞名了 這一隻超賽布洛利 這TW 然後另外一隻 極速的話 有那個 憤怒爆發類別的 也就是 那個 速速的 詹瑪莎啦 我手上有的 所以就沒辦法 不過這Lv30帽子很難打一下 這隻 連擊23 可以可以 就用它了 開個兩機 應該是可以快速的帶走 如果真的是 連這一隻體大布都沒有的話 哇 這個有沒有搞錯 開場這麼倒楣 非常倒楣的開場 哇 CAMERO 如果真的是沒有TW的話 就 提鼠的隊長拿出來用 真的是只能這麼說的 想一下還有誰 欸 那一個 如果有L奧雙人的話 也是可以用L奧雙人來做隊長 畢竟 提鼠的融合角色其實還算是 還算是蠻多的 這場 這場可能會掛掉 這場很可能掛掉 畢竟這個順位非常的不好 除非下一回合 有很大的機力會掛掉 除非這一回合直接 直接了當 解決掉 解決掉這個關卡 不然的話就 大概率會掛掉 因為一開始的順位不太好 第一回合沒有特攻類別上場 用這個隊伍的壞處就是在這邊 特攻類別沒上場 就是等死 OK 五萬一沒有中到 哦 沒有聯機哦 對哦 看來是 雄多吉少 我是不看好的吧 這回合 呵呵呵 怕萬三 LvL30就是不一樣 碰到爆 再來一發 沒有 沒有的話 只能這樣子期待的 誒 失誠失敗 應該是要重打的 我覺得 哈哈 啥 啥 啊 就算帶著這樣的隊伍 還是會必須要重打 沒辦法 太痛了 太痛了 欸 4145 這樣的話隨便選七彩子 希望順位來得好一點啦 每個輪位都有一隻 憤怒爆發類別的角色就很不錯 就已經很好了 嗯 這邊的話 就必須這樣子拍 因為這個 異星龍真的是不能讓他承受太多傷害 他承受不起啊 啊 哦 還開不到招 Yamelo 算了 只能這樣子啦 哇 實在是 好啦好啦 這樣子啦 這一回合我覺得 也是兇多吉少欸 多虛喔 至少六七萬 欸四萬七萬 還行還行 183萬 來吧 來吧 再來一發 沒有 哇 真的是可惜 別擊打 哇啦 五萬 可以不要這樣嗎 八萬 再來一發八萬 很痛 打爆 我非常懷疑我打不過這一輪 呵呵呵 哇 有沒有搞錯這麼難打的 九萬六 哇 現在九萬六 希望可以度過下一回合 只要這一輪可以不死 這樣的話下一回合就有很大的機會 靠著 才新的TW 玩回了 六十四萬 如果真的是沒有辦法的話就 不要做其他選擇 OK 哇 痛了 怎麼辦呢 嗯 一定要讓他擋 這是肯定的 先刺主看看情況先 一二三四五 OK 勾開必殺 至於這一隻Frizzas Frizzas隨便他了啦 兩百零七萬 可以 就過不可以 我也沒有變了 再來一發 不過不過應該是 僥倖過成功通過的 這一隻Frizzas 還是可以一心來的 哇 用這一隊都打到很辛苦了 畢竟他隊伍上還有三次憤怒爆發 如果用其他隊伍的話 應該是蠻痛苦 好 最好的選擇 就 還是Frizzas 可以很輕鬆的 就過關了 這個真的是無可耐 超異星龍 我覺得可以跟他換掉啦 雖然說他的攻擊力是 漫強的 這一隻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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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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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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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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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當初剛開始玩的時候 就第一發 是不是第一發我忘記了 最早的時候他是抽到的 跟那一隻黑悟空一起 跟黑悟空一起抽到的 來吧 Lv15 最高傷到 1萬10 可惜這隻 大車完全沒有 沒有開到路 不然他會更強的 不過140級的等級 這上面還算是不錯啦 那一個防禦力都有到8200 好 完成了 基本上這一個關卡的大致攻略就是這樣 難度是 是有的 相當的難打 不過不過就是大概調整一下 直接隊伍就OK了 盡量的把提鼠給拍上去 防禦力高的 然後裡面也是有兩張免費卡 還算是不錯用 那一隻 那個 金佛 跟那一隻 烏範 都是 金佛雖然說是沒有憤怒爆發啦 可是他有30%的減傷 還算是耐得到打 比起其他更軟的更好 比其他沒有憤怒爆發的來說 他已經算是相當硬了 然後再來就是那一隻免費的 物販也是好用 OK 那麼這一次的視頻就到此結束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 またね